體育可以讓大家鄰居在一起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真的是很感動 為了延續這份感動 台灣羽球黃金男霜的選手 立揚奧運奪金之後 宣告退役最想做的事 其實不同選手 我目前現在是當老師 然後希望說把自身的影響力 去分享給更多 去影響更多 可能在我像我一樣 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可能還成績沒這麼好的人 以自身的經驗 鼓勵更多對羽球有熱忱的選手 想要推廣羽球 立揚確定會到國立體育大學 擔任副教授 滿希望他會來帶我們學生上課 可以遇到奧運選手的機會不高 還滿期待 非常期待 除了體大 高雄的中山大學 也積極的向立揚招手 得經紀人聯絡上的 約時差關係 所以還沒有接觸他本人 如果接觸他本人之後 我們校長會親自打電話 邀請他 他能夠在南部任教 我想對南部的學校的 這些體育教育會非常有幫助 他如果要來一定是休保 就應該會很多人選擇 超級期待的 李洋對未來的期盼 教育部很重視 奧運多排選手技術和經驗傳承都很重要 李洋有心想要投身推廣教育 他未來在大學內任教 勢必能夠待起雨球熱潮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